大家好 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咱们看到了以色列使用F35A进攻叙利亚 伊朗使馆 整个行动咱们看到了 五代机能力确实非常强 跟电子战飞机配合 咱们看看中国 中国现在据美国最新情报 成都一年能至少100家加零 加零可比F35要更强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亚洲没有人敢挑战中国制空权 美国人也不敢 美国印太司令部根据最新情报 显示中国空军即将超越美国空军 成为世界第一大空军 这是美国自己说的 说中国正以每年100架速度生产 J20歼16 虽然这个数据现在是美国人单方面说的 中方没证实 但可以看出就是解放军日益增长的实力 让美国人现在老大位置肯定是不保 他在西泰面临的军人压力是止入级上升 那这个现在看呢 他是在美国 就是阿奎利诺是在美国军事委员会听证时说的 那说明他说的话 他不敢撒谎了 他要先发誓嘛 他是这么说的 中国空军现代化改革上的速度超过原有的计划了 说他们很快就能在机队规模上超过美国了 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空军了 而美国战略安全也将面严重挑战 这是他原话 这个发言在外界引起了相当热烈讨论 就是说很多观点认为他在渲染中国威胁论等等 因为现在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空军 美国有4000多架个型的有人飞机 数百架中大型无人机 单式战斗机有超1500架 再配合着落马一年100多架F35产能 波音推出F35EX等等 只能说是美国 还是第一 现在美国空军有存量 有增量 现在看他稳稳的世界第一 很多人很多海外的 现在说阿克军特在渲染中威胁论 中国不行 这种情况下阿克军特居然突然说中国要是世界第一了 自然而然很多人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 但是随着现在各种的大数据 很多人都不了解大数据 为什么贪官一抓一大堆 大数据 大数据 你别贪了 我建议你赶紧收手 大数据是谁也藏不下的 你干了什么所有大数据一队 AI把你抓到了 外界通过大数据 现在基本能确定 他说的就不是学长城市 是真的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阿德里诺说的保守了 实际现在亚洲第一就是中国 亚洲天空就是美军没有能力 现在看他美国的一个智库 叫克鲁拉克创新与未来战争中心 他们最新报告显示 中国战机产量是 年产量已经突破200家了 不是100家 中国战机年产量 其中沈飞生产的J20是100家 沈飞100家 沈飞生产殲16是100家 就是再加上不到40架的殲10C 这就是中国的年产量 这什么概念 就是说呢 洛马每年生产100家F35 波音最新的F15EX 去年投入量产等等 就单一这个 这100多家F35中 有50%到60是给盟友的 落到美国自己手里 一年有60到70家 还有就是F15EX 年产目前是两家 意味着中美两国巨头在 现在只有洛马公司一家 在给美国处理 结果就是美国空军的年均战机增量 很难超过70架 刚才涨了中国是200多架 相比之下 歼20与歼16都不出口 就不管造多少架 都是用于填补解放军自己的自用 所以就算不记录 可能用于外贸的坚实 那按照这个数据 中国年战机增量是200架 一年 解放军军在去年已经超1000架重型战机服役了 重型战机数量上超越了美空军了 已经是第一了 重型机队是第一 中国 去年 那么中美双方在战斗机数量上仅差几百架了 就配合近三倍数量的这种差距 你可以想 是不是一年就扭转 比如说 美国 中国短时间内基本上 就可以把美国人挤下 这个世界第一 空军世界第一了 当然这个结论呢 是他们这个美国智库 是根据他的开源情报数据 包括大数据等等搜集的 等于是什么呢 等于这是他现有的数据 那你想中国的实际数据 可能比这还要夸张啊 这些数据呢 就是在一定程度上 代表着中国生产线 满负荷极限下产能的一部分 中国还没有全部产能打开 与此同时呢 中国军机生产线 没有满负荷运转 现在 仍然保持任何平稳状态 都能达到这样 如果真的是开战 台海开战 中国满负荷生产怎么样 每年200架 歼20怎么办 毕竟战斗机现在都要有人来飞 所以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飞行员的问题 这个道理在哪呢 就是你现在造这个飞机 很多 但是你得需要飞行员飞 没有飞行员 实际上还得要看飞行员数量 而且再加上你这个空军 是不是你美国一万公里 得需要加油机吧 你得需要加油机 那不光是要看加油机数量 还要看加油机的飞行员数量 对吧 加油机运输机啊 对吧 这些数量 基本上美国如果要跟中国在 西泰打一场仗 一万公里 它的飞行员数量 我觉得基本不够的 就是它飞机数量 好像能跟中国置平 但是它飞行员肯定不够的 这一系列因素就保证了 中国接下来 可以长时间的保持 这个世界空军第一 那美国现在看呢 它没能力 它现在想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怎么样搞到中国飞行员数量 就是它现在心心见 就是怎么搞到中国飞行员数量 就是确定中国啊 数量飞机很多 但是你飞行员 如果是能够每年能一二百名的这种 尖程飞行员 那我就牛逼了 但是面临中国这个飞行员的问题啊 这个美国这边 这个也在研究啊 通过各种各样的开源数据抓啊 大数据 五角大陆过去几年里边 没有完成极定的征兵任务 这是美国情报 海军陆战队它都被迫降低了这个征兵标准 那空军也是一样 23年征兵问题上出现10%的人员缺口 以至于空军现在现存至少2000人的飞行员缺口啊 就是说你美国也保证不了 你在降 然后你中国现在呢 咱没有数据啊 但是好像中国飞行员数量不如美国人飞行多啊 但是现在还你也没有啊 也就是说这个挺有意思啊 中美空军谁能够啊 这个亚洲王者吧 世界王者 那决定性因素居然是人 谁的飞行员啊 数量啊 质量快速上升 谁能够找到啊 这个飞行员在人才库上啊 谁能够赢 制造基本没希望啊 没什么没什么希望啊 美国 所以等于是美国人就在飞行员上啊 如果能拼一拼啊 还能够跟中国啊 一战 那能够在未来数以百计的战机这种生产能力下 谁能又能够迅速的啊 把这个新飞行员快速培养成五代机飞行员 谁就能成为世界第一 那这个逻辑没麻烦了 你说未来啊 你你如果是当飞行员 你很很容易啊 很容易就能开到五代机了 加二零了 在中国啊 台湾人香港人是没戏的 没戏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个逻辑挺有意思 美国的美国人现在没人愿意去干飞行员 尤其跑一万公里外啊 那得重上啊 所以你看这个这个美国人现在啊 他造的飞机又不多 被中国超过 飞行员的飞行员又没有多少 你不要算那个加油机运输机那飞行员了 那东西在啊 那那人更少 所以基本上美国就没有办法去支援台湾空战 挺有意思吧 真正的日本和韩国台湾有多少飞行员愿意支持美国呢 所以现在这个实际情况就是什么 美军就在空中啊 没有支援权情况下 又跟中国打台认证 他就没有胜算 我们 为